味道调查团三大守则 为了味道必须敢于尝试 还挺松的 一生过蛋是吧 哇 这是什么 为了味道必须追查到底 大爷那咱啥时候做鱼啊 这就是找熬了是吗 确定是没放糖是吗 为了味道必须味觉敏感 好嫩啊 哇 神秘的川前古道 埋藏了哪些不可爱的 不为人知的味道 味道调查团开始行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 造就了中国人丰富多彩的饮食习俗 在重庆有一条神秘的古道 至今显为人知 这就是川前古道 消失的马帮 神秘的古道 百年的烹饪古方 那些颇具历史的菜肴 会随着时间的魔力 与马帮的消失吗 随着古道延伸出的各色美食 究竟埋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味道 哇 真嫩啊 为什么会这么甜呢 它这个麻和辣的味道 还有那个香味 会在嘴里一直绕啊绕啊绕 我们在川前古道 进入贵州前的 最后一个重镇 重庆其江 选择了三道不同的特色美食 叛访百年古方 寻求美味传承者 在古老与现代中穿梭 截取那些古道上流传的老味道 味道调查团为您展开调查 神秘的川前古道 埋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味道 重庆市岐江区 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部 穿城而过的岐江水 与植入云霄的古建山 组成了秀美的城市景观 而特殊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丰富的物产 飘香的木瓜 火热的辣椒 欢腾的岐河鱼 与隐藏在城镇中 百年传承的烹饪古方 复合出了这座城独有的味道 打开岐江县制 更让我感兴趣的 却是一条神秘的古道 数百年前 山谷 行旅 马帮 在这里穿梭 今天在高速公路 与铁路纵横交织下 那些老味道 又没有消失呢 我的调查 即将从这里开始 这条路是川前严查古道 非常重要的一段 当年马帮让从四川前往贵州 这条路是必经之路 只不过当年走的是马 现在是大家休闲娱乐的地方 而市政镇一直往前走 可以走到重庆市的岐江区 岐江区其实是 这条古道的重庆段的终点 那有一个古镇 这个古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同时它也是马帮进入贵州之前 最后的一个重镇 而作为味道调查员 那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美味 等着我们呢 去看看 见证1300多年的东西古镇 地处重庆市岐江区南部 两面是山 中间是河 明清街区 风貌错落有致 到达这里 我最先感受到的是当地人的热情与淳朴 而要品味这种味道 就一定逢农历369冯厂开市时 当然还得起个大噪 这是东西古镇 川前古道进入贵州前的最后一个重镇 每逢369的时候呢 这会有冯厂 冯厂就是我们说的感激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 还有这样的场面 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我个人而言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生活西医特别的浓 而且你走在这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你看这什么弄卖 那边有推销洗衣机的 这边有地里刚扒出来的蔬菜 这次味道调查呢 任务是调查川前古道上的 不为人知的神秘味道 而在东西这个地方呢 我要调查鸭子什么时候会变黑 鸭子变黑还能吃吗 不过听的还挺有意思的 逢厂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规矩 几个相邻的骑士都不安排在同一天 你逢147我就逢258 他就逢369 这样就能方便商贩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在四川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 叫做369赶场看人 也就是说 这一天人山人海 一卖一卖热闹不凡 不过我来到这儿不是看人的 而是来找人的 这不刘氏黑鸭四兄弟中的两位传人先到了 先挑鸭子吧 老大哥 老大哥好 咱们那个我走过来看了一下 那边有一堆卖鸭子和卖鸡的 然后这边好像也有吧 咱们在那边是吧 那行那您带路 好 在我们那边已经没有这样的提示了 就把这鸭都放在地上弄卖了 然后就像有卖鸡的还有卖鸭子 比如说 像这种鸭子 它是从我们当地传出了这种马鸭子 首先要看它的骨子 因为现在很多绿石标鸭子是啥的 好现在我们就传它就是粮食 都是 如果是粮食是什么感觉 粮食它就比如说有宝骨 有骨质有骨质有颗粒的感觉是吧 它鸡料是一截一截的 一截一截 它这是什么这是鸡料 这是粮食 这是粮食 别叫了 它叫的鸭子是生蛋的鸭子 为什么没有屁股 你把生蛋的鸭子 它这是松的 松的时间 这那个鸭子就老 我们鸭子太冷了 生蛋的鸭子就老是吧 不好意思啊 我抓你了 怎么摸来着 皮股吃进去 它是松的 比今天它都是没生蛋 要把手伸进去是吧 还挺松的 一生蛋是吧 鸭子的绝肌后 我随刘哥回到了店里 准备继续向他请教 鸭子变黑的秘籍 没想到的是 对我真正的考验 还在后面 对了 看吧 这张圈了 这都是什么呀 这里边 手伸进去 这什么 是奇怪的 奇怪 我突然间想到 就是小时候家里坐鸡 坐鸭的时候 你说我们那个 爸爸妈妈在坐的时候 我现在觉得它们挺伟大 哎 刘大哥 你家里哥几个 家里有七姊妹 七个姊妹 哎呦 真好 这大家庭啊 我们大哥都负责全面 管理一些 产品均匀的问题 大哥是老大 负责全面的 我们二哥都在现在的成都 采购的一些材料 那你是老几 我是老姚 老七 老七 还有就是我们腰哥 专门服务去买鸭子 腰哥 我都是我前面两个 腰哥 专门都买鸭子 买鸭子 对吧 提起来的 晓得好重的 那以后生意越来越好了 你们这个钱怎么分 七个人呢 我们都我们选 打家 我们是 我们一个打家 先找的钱打家分 平均分吗 平均分分 平均分啊 平均分分 哇 你们的家庭太和谐了 一直开始煮气 这个时候 有点传统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有点传统 这样的店才能成就 1984年 刘远国从父亲那里 接受开始做黑鸭 30年间 很多人找上门来加盟入伙 但刘家人 怕鸭子在别人手里变了味道 从未答应过 也许 这也是这家店这么多年来 名声远播的原因 坚守着一倍倍的传统 保持着不变的老味道 到底这祖传的做法 是怎样把鸭子变黑的 我还得接着往下探究 我们刚才撒了个鸭子 真好的 我看得出来 这个是我撒的 我们把 把眼睛逼下来 要把金子放好 然后把它放进去 要放在来的嘛 这脖子要摸过来是吧 对吧 这样的 你看这个顶心 顶心才漂亮 这个组口才漂亮 把这血水气的 它不是不干净 所以学生来洗一下 这多时间就给您做了 干脏了都要得了 干脏了都好了 嗯 这水都开了 应该差不多了吧 不要紧 它里都要不得 没紧好 您捏那一下 是什么意思 你捏嘛 你捏一下嘛 看嘛 这个它稳一些 哇 疼 这个稳一些 好 你看吧 这个刀发现看到 这个刀发现 它都没好是吧 嗯 然后肉要给 你看金子的肉要多些 这些 这点好了 要是硬一点就会 这些好了 基本上穿好了 然后跟 跟着穿头了是吧 嗯 经常摸这个的手 和我的手就是不一样 差不多了 你看吧 差不多了 这个是米格来的 给你切了是吧 我马上切了 啊 之前把阿贝 刚才我补给你 经历好 你看不好 黏起了是吧 刚才下鸭的时候 把这头憋下来 是好捞是吧 啊 知道了 啊 跳一跳啊 哪个 这个应该好了 把嘴都张开了 哎 哎 这个鸭脖在哪呢 啊在这呢 嗯 哇 黑鸭烹制的关键 就是调味 三十多种调味品 与香草相互搭配 产生出了 不同的味道组合 众多的调味品中 没有一味出自人工 比如 微甜的味道 就绝不是靠糖 而是来自 大枣 甘草 和罗汉果 刘家传承了 一百多年的配方 由刘氏四兄弟中 最小的刘豫 专门负责 为了使鸭子的口味 能够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季节 产生微小的变化 满足食客们 常吃常心的需求 有时 刘豫也要调整 其中几位调味品的搭配 这煮完之后 咱就可以卤制了 是吧 就是要放的东西 放的香料 这么多 好多我不认识的 这也是什么 三奶 什么 三奶 这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大料 大料之类的 这是一种大料 是吧 跟大料的味道 这要放多少 你把它放进去 都放进去 都放进去 我这些都配好的 你把它放进去 这个汤是什么时候熬的 那个汤 大哥们从八十年 一直熬到三十多年 六十黑 这个汤都全靠煮 多少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的汤 所以这汤煮了三十年 是吧 八十年到现在 八十年 哇 还加上是我们原来的 祖传吧 都是 成了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米方 大家都有百多年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 发扬光大 都有从八十年 开始开展到现在 东西六十黑 米方一百多年了 这汤三十年了 哇 太牛了 接着放 接着放 这是茶叶吧 不是 不是茶叶 这不是茶叶吗 脚骨辣 一种油菜 焦过来 但是这个味道 好像在重庆这边 包括四川那个火锅 以前还能尝到这个味道 焦过来 这个意外也到你去 我们都知道 我们蒸好的了 我头一回看到 做一道菜 这么多调料的 这应该叫 香料加中药 药材 其实你以前 看别人做菜的时候 那个菜的味道 大致是一个什么样 是能猜得出来的 但是这个 我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最后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味道 为什么会这么甜呢 这个味道我喜欢 但是它现在还没做好 对不对 还没做好 现在还是棕色的 做好之后 是变成黑色的 还有两道工序 还有两道工序 你看现在 比开头我们做的演示 剩的多了啥 那这要亮的话 得亮几天啊 像外头两个四五个小时 得一天到两天 一天到两天 那这还得等一阵呗 忙活了一天 又等待了一夜 终于迎来了 刘氏黑鸭制作的 最后一个步骤 下锅油炸 鸭子的颜色 在滚油中 越变越深 啊 颜色更深了 但是 还没炸水 对 还没有完全黑掉 那个黑色是因为它红了 炸糊了吗 不是炸糊了是吧 你看油菜是 它边色是 这个味道真是 常人无法抵挡的味道 东西黑鸭经过卤制 风干沥水和最后的油炸 呈现出油亮的黑色 复杂的调味材料 经过三道平常的烹饪程序 更突出了口感上的香气 与回味的持久 味道刚才不一样了 这个口感一开始特别酥 但是往下嚼的时候又特别糯 酥酥糯糯的那种感觉 这个糖的味道 不是糖的味道 是那个甜的味道 没有原来的浓 但是我觉得是更厚重了 它持续的时间更久 这一路从东西镇一路走来 从集市开始 看到这个鸭子 从白花花的样子变成了 现在这样变黑了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个鸭子变不变黑 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这个鸭子实在是太好吃了 七哥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味道 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我们家族来说意味着传承 黑鸭伴着刘氏四兄弟的成长 朴实乌华的老味道 在刘家人手中 一代代的吸引着十里八乡的时刻 几代人在平淡中传承和坚守 也许这就是中国味道 我们深深爱上 而难以割舍的味道 几十年来我们没超过家 美国国民 和游浪问题都大家互相交流 心情趣和谈谈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团队 好好地把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的心愿 在东西镇的主街背后 隐藏着一条千年古道 在这里 枝繁叶茂的黄绝树和明清时期 穿斗结构的吊脚楼 形成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镇运备 从西壤繁华的主街只需一步 就能跨进幽星 可我的这次调查 却与这一景相差的有点远 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呢 是川前古延道 它修建于西汉刘邦高地五年间 距离现在应该有 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我现在踩的这一块砖 或者说你看那边那个老房子 都可能有一个上千年的历史 而作为味道调查员 我这次的调查任务呢 依然是带着大家去寻找 川前古延道上的神秘味道 而今天我要去找到 如何在臭味当中尝到鲜味 这样的一种味道 其实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并不难 因为我一会儿要见的人呢 他就能给我答案 据说他的这个故事 能够讲到一百五十一年前 当然了和周围的景色相比 他还算年轻呢 据当地老人讲 齐江东西镇素有梅豆腐之香的美誉 家家户户都会自制梅豆腐 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太宗时期 而生产豆腐乳的传统工艺 至今尚有保留 这臭里的鲜味一定是他了 我约好了东西豆腐乳的 第八代传人熊李华 毫不夸张地说 他是一辈子没跟豆腐乳分开过的人 希望这位传承人 能带我去见识一下 这臭中竹仙到底有哪些学问 没想到的是一见面 我们就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制豆腐旅程 好了熊老师 我这个已经洗得差不多了 咱现在做的豆腐乳 还用这石墨吗 这不是 这是过去传统的时候用的 今天做的量小一点 我们就会用最古老的方式 用石墨来做 用石墨做更合适是吧 用石墨做 但是我印象当中 这个墨不都是牲口拉吗 过去是的 但是最早的就是人的推 人工的推 就是让我体验一下 好 行 这个怎么弄 是穿过去是吗 要蒙上眼啊 还要蒙上眼 我就不用蒙眼了 我跟您聊会儿天挺好的 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工厂干的 83年啊 83年 对 那时候您才多大啊 差不多20 20岁吧 刚好20岁 就在这工厂 就20岁 那中间就是一直没走吗 就一直在这个厂里待着 不 98年一圈的时候 我出去一圈 出去啊一连半 出去啊 那个时候厂里边的 那个看着不景气 您就走了 我都走了 走掉了 当时 做生意怎么样 做生意做的还是挺好的 就是赚着钱了嘞 那就为什么又想着回来呢 做生意赚钱不挺好的吗 这厂里面 呃 反正就是工人下岗了 有有有有很多个兄弟 那朋友嘛 他们在里面干不着 就告诉我 叫我重新回来 2014年 你我们改制以后 大家几个股东凑钱 慢慢的啊 哎 慢慢的做 我们这里没有没有工人 没有厂长 还是一样的身份 哦 就慢慢的做 把它做起来的 豆腐乳制作的过程中 这些繁复的步骤 对于熊大哥来说 不仅是几十年的 娴熟记忆 更像是一种 对于亲情和友情的守护 味道和情感间 发生着转换 正如一块块 点过霉菌的豆腐 在合适的温度下 经过36小时左右 通过霉菌的神奇转换 就能长出 毛霉菌来 这也正是东西豆腐乳 臭中带鲜的关键 这也就是长毛了是吗 熊大哥 是的 豆腐乳呢 为什么长毛 长毛是挺关键的 一个是就是形成它的皮 它这个外面的一层皮 是干嘛的 形成皮的主要原因啊 不是豆腐是软的吗 挺软的 它包 它把那个里面的蛋白质 全部包好 脸的在以后 装在瓶皮里面 又化成一包汤 相当于这个皮 而是一个保护膜 就是一层保护膜 另外一层呢 就是利用毛霉啊 它自身的功能 把那个豆腐乳 豆腐里面的蛋白质 把它转化成氨基酸 这氨基酸是人体必须的 有的氨基酸呢 人体是不能货成的 非要从食材里面货取 人体之间啊 那么这氨基酸仍然是 缺了一种啊 那么失去平衡 它是生病的 生长出毛霉菌的豆腐块 在经过腌制与配料 装瓶后 发酵一段时间 就可以成为美味了 盐的加入 赋予腐乳适当的咸味 并与氨基酸协同作用 给予豆腐乳鲜味 最后 各种配料的加入 也产生了口味上的变化 满足不同人 对于味道的需求 这位东西腐乳的 第八代传人 不仅对腐乳偏爱有加 还创造了几道菜式 不过在品尝之前 我还要帮他找来 与之相配的 另一味食材 在熊大哥的引荐下 我认识了 东西辣椒基地的工作人员 这些都是您的是吧 对 那我要找那个炒菜的那个 香辣旗号 对 您带我去看看 好好好 哇 这个辣椒叫什么 这个叫燕椒425 燕椒425 对 这也能尝尝吗 可以啊 可以是吧 可以 看一看 这些已经都熟了是吧 对 你就尝一个红的吧 好 这一看有点甜味 对 有一点点辣 但是这个辣还好 我还是能承受得了 它平时都做什么 平时就是做泡椒和火锅原料 泡椒和火锅原料用这个做的 对 不错 不错 还有别的辣椒吗 还有啊 你想尝一尝吗 我就都来了吗 就都尝尝呢 我刚才带了几个 你尝一尝吧 这是我们的辣椒网 辣椒网 你尝一尝 我先尝一小口 好 我咬一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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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咬一尝一尝吗 怎么样 我们这个辣椒就是非常辣的 是最辣的一种 这个辣椒还是可以吃的 但是我们主要是用于提取工艺用 就是提取辣味素 还有就是红石素 提辣味素的是吗 毫无疑问 这位好客的大哥 跟我开了个火辣的玩笑 在他的指引下 我终于找到了 烹饪东西俘乳菜肴的黄金搭档 香辣七号 反正那个老板跟我说 不能太辣 但是要清香一点 应该这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非常喜欢炒菜的 为什么最后一种才尝到它 那行就是它了 百年秘方的俘乳 配上我亲手采摘的辣椒 熊大哥又准备了 当地的土鸡工 他将以辣子鸡的烹饪方式 为我烹饪调制出一道 腐乳辣子鸡 和传统辣子鸡不同的是 熊大哥在腌制土鸡时 加入了东西豆腐乳 而舍弃了食盐 据说腐乳在带来咸味的同时 还能使一种发酵之后的鲜味 渗入肌肉 将炒好的鸡肉与损肝 一同放入高压锅压制 最后放入鸡血 再淋上一勺热油 到底腐乳的加入 会给这道腊子鸡 带来怎样的味道呢 好嫩啊 哇 辣吗 现在有点辣了 但是说实话 这个鸡肉对我来说 有那么一点点咸 不过这个味道是分层次的 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一开始辣 后来是感觉有点咸 最后那个腐乳的香味浮出来了 这个感觉很奇妙 在腐乳的香味之后 就是那些香料 这些香料的味道了 关键是咽到肚子里之后 它这个麻和辣的味道 还有那个香味 会在嘴里一直绕啊绕啊绕 这菜肯定下饭 那咱把那个兄弟们招过来 吃晚饭吧 闻起来臭 吃起来香 三天不失 心发黄 这段民谣 对于岐江区东西古镇的本地人 并不陌生 这里曾经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豆腐乳 而这个民间的下饭菜 不仅陪着熊李华一起长大 在他的眼中 更是一个未来的机会 是朝夕相伴的伙伴们共同的机会 那这个味道 你觉得这豆腐乳的味道 对你来说 它意味着什么 有什么意义吗 豆腐的味道 它不是什么意义的 只是我们觉得 一个企业保存下来不容易 过去像我们这个厂在重庆 一百多家 现在恐怕生不了几家了 过去我们一地方啊 家家夫妇都做豆腐乳 很多人都是靠这个卫生的 我们的父辈啊老爷辈啊 他们也是为了生成吧 也是做了个豆腐乳 也是做到现在 到了我们的一代啊 做了个豆腐乳 首先也是为了生计 然后啊 就是为了把生活 我们自己啊 也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 继续行走在川前古道 回想着熊李华与伙伴们的笑脸 俘虏的鲜香远去 中国味道里的深情厚意 却留在了心里 北渡是川 鱼 钱的交通药充 水运时代的繁华之地 历代来讲 水路都比陆路的食材更加丰富 在渡口铸店打劲的马帮 为谋利益而奔走南北的商人 涌入此地 他们对吃的需求 就不仅仅是吃饱那么简单了 各色调料与食材的汇集 久而久之 就会有很多美妙的菜肴 纷纷出炉 现如今 没有了马帮 也没有了渡口 我该如何寻找 当年这老渡口上的 传世美味呢 岐江大桥当年从重庆 通往贵州的一个交通要塞 其实现在也算是吧 只不过是方式 从原来的渡口 变成了现在的大桥 而人呢 从当年的马帮 变成了现在的司机和行人 所以这个地方 在很久以前 就会有来自各个地方的人 在这吃饭 味道呢 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 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但是 有一个特例 就是有一位 号称九仙的厨师 在这里做了一道北渡鱼 味道三十年如一日 从来都没有变过 而它的秘诀就在于 在做鱼的时候 加入了一勺油 所以作为味道调查员 在这里 今天的调查任务就是 一勺油 怎么能够让鱼 体现出麻辣鲜香的味道 先找厨师去 岐江人一天最鲜活的味道 就从这家菜市场开始 而我要寻找的那位名厨 每天都会在此出现 听说吴大爷 每天早上都来这个市场 买辣椒 买那些各种调料什么的 所以我跟他约好了 在这见面 来找找他 但是这个市场 真的对我来说太大了 辣椒在哪卖啊 他大姐哪卖辣椒的 调料辣椒 那边是吧 好 每天早上六点 九仙吴老爷子 都会准时来到这里采购 和所有的重庆人一样 市场里最吸引他的味道 只有两样 辣和麻 今天我就要跟随他一起 从源头探秘 北渡鱼的麻辣鲜香 而最最重要的那一勺油 我也不知道 这爱喝酒的老爷子 能不能传授给我 那你跟我说 这辣椒怎么挑 这个辣椒 辣味好 辣椒辣椒 香 顺辣椒 颜色好 你选这个辣椒 是因为它颜色好 是吧 还因为什么 辣度也很合适 辣度合适 就是煮这个鱼 颜色和味道很重要 这辣椒正合适 这是什么辣椒 这是什么椒 贵州辣椒 看似普通的辣椒和花椒 对于吴老爷子来说 却有很多讲究 他告诉我 这两味调料的味道差一点 北渡鱼的味道 就会差上很多 这个花椒 好像是我们北方 平时做饭的时候 用过这样的花椒 尝到嘴里之后 就是特别麻 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但是你要吃这个青花椒 云南花椒 这个云南花椒的时候 除了麻之外 还有香味 还有香味 确实确实是这样 所以挑花椒 我们挑这个 挑辣椒 挑这个 对吧 对了 他这个回味 你给孩子 回去 它是很好的 每天大清早 吴老爷子和老伴 都要来到菜市场 购买几十斤的食材调料 看我当苦力这么辛苦 吴老爷子主动提出 带我去他家吃早饭 但没想到的是 等待我的 却是速度与激情 后边坐着太难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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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菜做了 菜菜得开多久啊 大爷 听不见了 饿死我了 吴绒文老爷子 今年七十二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就开始做北渡鱼 如今 他的北渡鱼在当地 乃至重庆都销有名气 而三个儿女 也自成副业 各自经营一家鱼店 吴绒文老夫妻俩 现在跟着最小的女儿生活 平时也帮着女儿看店 当然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好货源关 算好经济账 餐厅里的早饭时间 一般在早上九点 就是这顿早饭 头疼了一天 我第一反应是 这么一桌子菜是早餐吗 这个鱼这是什么 鱼这是酸菜鱼 酸菜鱼 早餐吃酸菜鱼 还挺特别的 但是我当我看到这 大爷给我倒着一杯白酒的时候 我就一切都释然了 什么都很正常 早着喝白酒 我的天哪 来来来来来 大清早喝酒 我还是人生头一回 而吴老爷子 每天都是以这样的方式 开始他的一日三餐 又来来 今儿算是 搭这儿的 您做这杯雾鱼多少年了 81年 81年 到这个时候 那时候您多大 40左右 40左右 我前世我是个学生 师工 师工 实酱 80年以前我做实酱 怎么想做鱼呢 做鱼 我是这样的印象 因为猪肉 还有温柱 对不对 吃个鱼它不会有温柱 不会有实鱼的 水都没要的 我们都没实鱼的 所以说鱼是最好的东西 对了 吴老爷子告诉我 其实这北度鱼指的 就是在北度烹调鱼菜的特殊方法 通常来说 有酸菜鱼 番茄鱼 和麻辣鱼三种 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麻辣北度鱼 为了探寻北度鱼 那一勺油的秘密 我也算是下了鞋本了 来 鱼 啊 通常杯了嘛 那吴老爷子听说 包括你的竞争对手都说 你们家云之所以好时 最后教那一勺油是最好的 但是他们想学 就这一勺油学不来 我特意来 不远万里来的 您给我做一下 行不行 我还是以这个来 最后决定 看这个来决定 在我家来干活 拜五月 师父的话 不喝酒是不喝的 拜您的意思 不喝酒不行 当学徒还要先学会喝酒 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说 听餐厅的厨师讲 这吴家的麻辣北度鱼 制作方法十分独特 尤其是那一勺油 不仅能给鱼提鲜 而且又将穿鱼 美食最独到的麻辣味情 演绎得淋漓尽致 所以是吴老爷子 传内不传外的秘密 要是有人想当学徒 那一切规矩 就都得由这老爷子的性子来 看我连喝了两杯 以许久不下厨的吴老爷子 似乎被我的诚意打动了 决定带我去他家 吃一顿他亲自下厨 做的麻辣鱼 吴老爷子的家就在附近 这一勺油的秘密 看来马上就要揭晓了 哎呦 这小店不错呀 人家享受 从一个石匠 到三家鱼店的老板 苦日子熬过来的吴老爷子 闲散又满足 这不一到他家 就开始给我介绍起 他家的好东西 钓鱼 这石匠的爱说 平时怎么回事 这个鱼在做鱼来说 石匠的第一产品 这是第一个 一个是鱼 第一个发家了 大爷子咱啥时候做鱼啊 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的那勺油 他却一字没听 大爷您不急 我可急呀 一通电话让我放了心 吴老爷子约了自己在店里 吃了近三十年的老食客 一起来聚聚 看来吃鱼不是问题了 套了半天话终于成了 切这么薄啊 哎 你刚刚同时 哦 做两种鱼同时做 见我远道而来 热情的吴老爷子 一定要让我尝到两种味道的鱼 看 不愧是跟鱼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老手 三下五除二 两条鱼同时入锅烹制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吴老爷子说 这其中一条 采用的是荔枝味 是川菜的常用味型之一 调味根本无需真正的荔枝 而是通过盐 醋 白糖 酱油等调味品 制出的味道 再取姜 葱 蒜的辛香气 复合而成 看来 老爷子今天真的是要给我露一手啊 就在我分析这荔枝味的时候 老爷子已经把这条麻辣鱼做好了 不过 看了这么久 怎么没看到那传说中的一勺油呢 这吴老爷子不会是把这事给忘了吧 宾客都到齐了 先尝尝再说吧 我尝尝 哎呀 所以时间上有文化文化 嗯 吃得住不好 好 去哪 收掉了 我的方的味和 好 我尝尝 哎呀 所以时间上有文化文化 嗯 吃得住不好 好 去哪 收掉了 我的方的味和 哎 不好吃 但是啊 这个是我们平时游客来都经常吃的那条 传统的那个北渡麻辣鱼吗 还不是 还不算 您的时候还不算 不算 那这个是什么鱼啊 荔枝 这是荔枝鱼 荔枝鱼 这个也不是是吗 对 您不是答应给我做那个传统的那个麻辣鱼吗 看荔枝鱼 看荔枝鱼 那个 哎呀 这个鱼真的特别特别好吃 但是你要知道作为味道调查员 我要调查的东西是那个 没出来 原来这两条鱼都不是大家常吃的北渡鱼做法 吴老爷子跟我说 做了几十年的传统北渡鱼 没有什么新鲜的 既然今天要招待新老朋友 就晾一手新研制的荔枝鱼 让大家都尝尝鲜 吴老爷子是一腔热情带朋友 可我这北渡鱼的调查任务可怎么办呢 这会儿因为酒劲加上一天的疲劳 吴老爷子已经睡着了 我那一勺油的秘密 真的就要彻底告吹了 就在我准备放弃任务的时候 吴老爷子的女婿王琪及时赶到 我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就是吴大爷喝高了 现在屋里睡着扔香了 趁这功夫 他的女婿决定帮我做这道菜 替我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那一勺油里到底加的是什么呢 看一下 这一勺油麻辣鲜香 还真是老爷子的不传秘籍 因为他从选料和配料的过程中 就已经开始注重每种香味的提炼 先从麻香开始 青花椒入锅小火逼出花椒油脂 再把干脆焦香的青花椒 改成科保证花椒香味的最大发挥 避免了粉末状入菜 麻味过于浓烈而盖过鱼的鲜味 辣浆的提炼更有讲究 充好的辣椒末与葱段老姜搭配 先用凉的菜籽油拌好 再浇入热油 辣椒不糊油色洪亮 巨星的过程来自于民间的智慧 却更像一个严谨的化学家 鱼肉切块后 马入食盐 再按每斤鱼放入一两半的比例 倒入白酒 酒精溶解了产生腥味的氨类物质 快速冲洗后 肉质变得鲜嫩入味 最后再经过豆瓣调制的鱼汤 汤汆水至九成熟 就可以制作那最后一勺的油了 这最关键的一步了 对对来吧 首先我们来加点汤水 先加汤 对 要一点 这是煮鱼的汤 很鲜 而且里面有盐 我们几会儿就不加盐了 然后加这个贵州辣椒 加点辣椒 不过如果这涉及到你们这个机密的这些话 你可以不说出来 我看就行了 那我悄悄地跟你说 好啊 好啊 我只要看到就行了 一勺油的制作到现在 还没有看到油 这完全颠覆了我对调味油脂的理解 好吧 耐着性子再等等 这样看就要温和一些 你把油加进去 油再放辣椒就服了 到时候怎么吃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对 其实这个不应该说的 拿进去 咱们再加些芡粉 收一点水 加芡粉 收一点水吧 不加油 不加油不加油 慢慢来 慢慢来 我第一次听说炒辣椒油还要慢慢来 我们再加点大蒜 还要加大蒜 对 这时候不应该加那些花椒吗 不 花椒最后加 花椒最后加 现在加了就不好了 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川菜 对重庆菜的这个概念 这是加的什么呀 刚才我们做的红油就忘了 还要加红油 对 加点红油 辣味更足 颜色更亮 然后我们加点青油进去 这时候加油了 对 这时候加油了 哦 我感觉您这步骤像是做菜 这不像是炸油啊 把备好的麻辣油汁与大蒜 白糖 红油等调味品入锅翻炒 最后再加入粘好的青花椒 这传说中的一勺油 就算大功告成 来 炸油去 神奇的是 酸鱼汤和芡粉汁的加入 有效地控制了油温 能让各种味道充分发挥在油中 从而烧出了这一勺麻辣鲜香的极致味道 现在就可以吃了是吧 你先嗓一嗓吧 但是我吃之前有一个问题 刚才你浇油的时候 这倒油的时候 这不应该是滋拉滋拉那种状态吗 怎么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们的鱼啊 没有弄成十成熟 只有九成熟 哦 然后呢 油温高了也不行 熟透了 油温低了也不行 端上来油倒上去就十成熟 刚刚好 尝一尝 试一试 好 我尝尝 看是不是十成熟 来 试一下 试一下 哇 真嫩的 一勺油当中怎么能体现出北斗鱼的麻辣鲜香 我觉得这碗鱼 这碗北斗鱼是最好的体现和答案 它这个麻是咱们那个花椒 花椒的味道 辣是贵州干辣椒的味道 香 是我觉得是大蒜的味道 因为大蒜融入到油里边 辣椒油里边 还有蒜融的香味 对 有蒜融的香味 而这个鲜不仅仅是鱼肉本身的鲜味 而之前那三种味道 综合到鱼肉里发出的一种特别的鲜味 辣得很过瘾 麻味也可以辣 麻味也很瘦 而且它的回味特别好 因为刚开始我吃的时候不是很辣 但是我在吃第二口之前 它是慢慢的开始 对 第一口的那个感觉又上来了 对 就是这样的 如果一开始就是辣的话 你肯定就吃不下去了 多吃一点吧 北斗鱼成就了一种三十多年的老味道 吴荣文只不过是坚守了这种味道的一个代表 也许接下来会在女婿王岐的手中继续发扬 老爷子这辈子挺苦的 也挺累的 就做这个什么事 也把大家一家人也带上了致富的道路 现在最让老爷子自豪的 是做鱼让自己打拼出来了一个满意的家庭生活 成心奋斗 不能坑能活着 这就是人生的资本 一条鱼火了一条街 在重庆几乎无人不知北斗鱼的先 过往时刻路过嘴馋 就要从高速公路下来到这里犒劳舌尖 老味道的魔力更带动了一个以烹饪北斗鱼为生的群体 一条古道穿起了八人通过大山与外界的联络 古道中每段风景成就了不一样的美食 从百多年的古方到三十年的旧味 关于味道的记忆 就像那突然消失的手工爆米花 再也吃不到的棉牙糖 这些伴随着你成长过的味道 会在你心底深处酸酸地流动 亲切地粘在脑海 几个轮回后 可能怀旧又会变成时尚 而中国味里再神秘的味道 不过就是你身边那些尚未被遗忘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